大家好,我是三喵,吃猫上岗 之前有Chris Jones跟我说 你挖了一个坑讲一讲 TK他怎么那么好 德国队终于回家了 我知道德迷会很伤心 我关于德国队为什么两届世界杯小组赛都出不了线 有人说这是德国队盲目学瓜里奥拉 盲目学西班牙就学这种传控足球 没有大中风 你看他不就回家了吗 你看德国队明明有一个大中风克鲁格顶到前面 进球多好用,这个教练就不用他 就不让他手拔 你看回家了吗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分两部分 第一个看看TK他看这个控球他需要什么 而第二个就是你德国队他真的回家 是因为完全因为不提传控足球吗 那我们来看一看TK他看需要什么 TK他看这个实际上是个女生词 就是不断的传球 Passable,Controlable 通过传球来控球 典型的俱乐部队那些年的巴塞罗那 虽然我不是巴塞球迷 但是那些年的巴塞罗那 我非常欣赏 他的这个传控的一个核心是什么 翻角形 翻角站位 这个可能很多资深球迷都懂 这个翻角站位 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适中的 而且这个翻角站位当中 这两个人跟这个持球者的距离 要始终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 要保证这个翻角形里面 尤其就是如果有防守队员 只能有一个 这样的话 他有两个传球路线的选择 你封住这个 我往这里传 你封住这边 我往这里传 那么当然一般来讲 巴塞罗那中场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哈维 伊涅斯塔 还有布斯克斯 这是这个哈维 伊涅斯塔 布斯克斯 对不对 那么前面还有一个梅西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一般来说 巴塞罗那在场上的传控 这四个人 他起码会有那么一个人 在这个组成三角形 一般来说 那么当这个三角形里面 有两个防守队员过来 就挤压这个三角形的时候 怎么办 这就需要这个持球人 他有特别特别好的 这个护球的意识 转移球 我再跟其他的人去形成 另外的三角形 就这个样子 那么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 你要非常非常的有耐心 你要非常非常的知道 我要去寻找三角形 我要去组成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不是说光我持球人 要去做的 整个的代接球人 整个的那些其他的球员 也要做到这一点 克鲁伊夫 这个巴萨教父 说过一句话 说一场足球比赛 一个球员持球的这个时间 大概也就是三到六分钟 那么足球比赛是九十分钟 那么他在这六分钟之外的表现 八十多分钟 重要不重要的 当然非常重要 他可以为这个持球队员 创造一个别的选择 有别的机会 那么当这种 踢踢踢踢踢踢 这种三角形 首先这不是每一个这个球队 都可以去踢的 你必须得非常的默契 不断的抬头观察 也就是这些人 必须得经常在一起训练 那当时我们说布斯克斯 汉卫 伊涅斯塔 这些人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旦 不光是他们技术好 还有一点 他们从小在拉马西亚 新训学院 是在一起训练的 对不对 我算为什么 那么很多其他的巨星 加入巴萨之后 多多少少会有一个适应器 有的过了 那就特别好 有的就不过 那就很麻烦 你比如说这个哥迈斯 我不知道巴萨球 你还记得吧 什么几成功力 哥迈斯什么什么的 其实在别的地方踢的也挺好的 为什么到巴萨就不行了 跟这个很有关系 那么当这些三角形 到了前场之后 他要面对这个 对方的这个后谎体系 那这个时候 我之前讲过一个概念 就是传球 就是这种传球 传控足球 你靠的不仅是传球的速度 而你在破防线的时候 你就需要一种加速度 怎么说呢 突然的 这个人把球 这个人把球传给他 然后他往前跑 然后这个人再把球传给他 就是这种一对一 这种撞墙似的过人 当时巴赛罗那 玩了无数次 谁玩的好呢 没息 而且要么 我用其他的方式去突破 所有所有的这一切 都必须依赖于 队员们的这种精诚配合 但是这只是足球比赛的一个阶段 足球比赛啊 理论上讲 只要不死球 无分就四个阶段 你进攻 只要你在吃球 你都是在进攻 第二个防守 第三 攻转手 第四 手转攻 那么当你这种TK他卡这种体系巴赛 每次比赛控球率是很高的 但是你总有不控球的时候 对方进攻的时候怎么办 当时瓜地奥拉市要求 六秒之内展开反强 能够把球压到后面 这够吗 不够 因为对方总会有可能 把球一个长传打到前面 你怎么办呢 你这个时候巴赛罗那 应该有比较好的后卫线 注意啊 现在一般的顶级球队 后卫线上起码就有一个 压得住阵的后卫 不光是他技术高超 更多的是他大局观好 你比如说 呃 这个就算是当时的巴赛罗那 是不是有普悦尔啊 你比如说当年的黄马 他打的不是TK他卡 他是不是有拉莫斯啊 你再比如说 现在的切尔西 是不是有那个切尔瓦啊 然后这个利物浦 是不是有范黛克啊 等等等等 因为你有这些后卫压阵 你前面才能兜得住 这是我讲的进攻防守 而攻转手和手转攻 啊 攻转手我讲过了 六秒反强 手转攻的时候 TK他卡是一个弱势 为什么呢 他是要求就是慢慢的建立三角形传道 而其他的球队 在这个地方跟TK他卡是有区别 比如利物浦 他的这种高位压迫 就是你反响之后 马上就打身后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TK他卡这整个的战术体系 整个的控制体系 需要的是什么 你的球员之间 可能彼此之间 默契得非常非常的熟 而且要求这些球员 你真的心思只在足球上 你没事在场上 你就抬头观察 抬头观察 这些事情应该成为你的习惯 你无法要求11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梅西 哈维 伊涅斯塔 布斯克斯 这些人不常有 所以那一代的孟三 后来就衰落了 这个也不令人意外 对不对 那么德国队这次为什么输了呢 有人说 这就是盲目学习西班牙打船扩 说的对不对 有一定的道理 你德国他打船扩 我看过德国队的很多比赛 你的这些三角形 有没有呢 是有的 可是你到了前面之后 你怎么样去破对方这个密集防守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德国队是有一个像梅西这样的人吗 就是他能够通过这种撞强式配合 迅速的抹过去 之前曾经有一个谁呢 Mario Gault 就是2014年世界杯 打入绝刹球的格策 之前当时乐夫换他上去的时候 对他说的一句话 去证明你不已没息差 曾经有一段格策 还是金筒非常闪耀 但是到后来 他的各种属性 敏然众人意 德国是没有办法去 破掉前面的一些东西的 京都安可不可以 京都安可以做那个墙 但是他不能往前去抹 抹勒行不行 不勒的话 他需要有人打掩护 这就宣承到德国队 是不是缺中风呢 可能是 但是你这个中风 是不是就是两边45度脚炸 不是这样的 现代中风应该像哈里凯恩 或者莱万多夫斯基 那个样子 如果你看过热刺的哈里凯恩 是怎么踢球的 他会回撤一点点时间 去倚步对方后卫去 接球之后 然后做支点 把球传给这个 森心明或者库鲁塞夫斯基 这是现代中风 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打法 而这个克鲁格 显然还没有进化中 这种打法 这当然是德国队 没有办法晋级的一些原因 但是德国队说实话 进攻已经做得很不错 咱们深深处理想一想 对日本那场 德民应该记得 上半场进攻完 是不是打了一个门柱 下半场全天休 是不是有两连扑 如果没有那些 会怎么办呢 所以这都是运气 那更重要的 德国队没有办法走一 更往前走一步 什么原因 你的防守太差了 你防守更重要的是什么 来着 你后防线怎么教人呢 对不对 你比如说日本队 他进的那两个球 可以说是决定了德国队 这次世界被出局的两个球 第一个球 对吧 你李迪格为什么漏人了 对吧 你第二个球 当日本的后场队已经发出去的时候 这边的老母还是谁来着 你的这个位置不明 没有卡住内线 让日本的队员就这么轻松的抹过去 这是你后卫的能力问题 如果是范黛克 你给德国一个范黛克呢 如果你给德国一个丁峰期的胡美尔斯呢 你给德国一个丁峰期的伯拉特 可能都不至于此 李迪格是不是很强 李迪格可能是很强 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而且后卫一定是组合的这样的东西 他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 德国国家队到现在 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后卫搭配体系 而他的这个边后卫跟中后卫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说起来 真的是让人心寒 我记得好像是从这个胡美尔斯 他们退役之后 德国队就一直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2018年德国队 他没有办法晋级后卫 可能锅少一点的话 那这次后卫 绝对是大锅 洗都没法洗 所以德国队可能是需要一个 浴血重生的过程 不仅是这个打法的问题 不仅是中锋的问题 你这三条线都要去反思 当然我先进德国队 肯定还会迎来复兴的 但是这个 对吧 就像这个渝红独死 都会迎来复兴一样 大家能等得起就好了 行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